先元陈美莲和教育小组到富士村 与民众为泰鲁阁峡谷马拉松检讨会议做意见交流 民众意见归纳 华联县政府教育处因督导主办单位 在日后积极跟公所部落做更多的联结和合作 也积极的和部落相亲有更多的沟通 希望赛事可以和地方共融共好 泰鲁阁马拉松活动 每年吸引全世界运动好手来前来花莲 不过由于影响到富士村民的生活 也没有招出地方就业和回馈 造成民怨援引陈美莲并且组成专案会议 直接到富士村召开讨论会议 从此也要求体委会和教育处对村民的承诺 既然大家花那么多时间在这里讨论 我希望今天所有包括我们议员也好 甚至是你停车问题 时间问题 垃圾问题 你上下班影响的问题 就算我们去年都有一点改善 但是看到去年那么混乱 甚至后来你们自己的活动办得不好 结果对我们的村民也没有很好的交代 你承诺我们村长的 承诺我们部落会议的都没有做到 所以今天乡长也在 而且我们大家很理性地去讨论 一个国际赛事 我们所谓也讲的运动观光的部分 要怎么样的一个分享机制给我们的部落 这个部分今天提的所有的意见 你们在三月份要规划路线的时候 顺便就把这些意见就要给我们 包括比如说部落会议 或者是说村长 这些干部们 或者说村民 你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今天我们提的 要做一个很好的回应 就是说要给他们一个 就是说你们可能要 五月要做一个正式的筹备会议的时候 你们至少给我们一个 你们的规划的草泥的就是路线也好 或者是这些人员配置也好 尤其是给部落的一些分享机 就是回馈机制这个部分 我希望三月份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 教育处也提出解决方案 就是要跟部落做沟通 才能达到尊重 也让部落知道我们重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落实 第二个就业的机会 就是刚才杨华美议员 跟陈美的议员特别提到 就是像经济面的一样 我们会优先 比如说在服务站 管制人员 市级也好的部分 我们会优先纳入 让你们有一些经济 可以有一些产值 不要说只是人来 钱没有留下 这个部分我们会重视 第三个最多人讲的 交通管制线路的问题 还有停车跟接骨 这个是之后我们后续在四部做规划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帮各位留意 这个一定要做好 回馈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之后会跟 发令线比喻会 跟陆跑协会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争取 比如说 逃者的名额 或者是报名费 就像是好些议员说 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额度 可以回馈给部落 提供给部落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再做研议 现在层面也邀请的 先爷 魏家贤 李正文 杨华美 郑宝秀 简志龙 修林夏农 文贵 修林夏农 代表会主席 罗运林 修林夏农 代表白金文 白修娟 夏宜松 服侍村长 不过主席 陈诗诚 来表达 富士村民的需求 赵纪人 层面的表示 在3月份 4月份的时候 也会继续追踪 村民的权益 期盼能够赛斯举办 与在地 共融 共享 共好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